今天的是市场的是一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市场 主要说你从市场的变化里面的去去去看中国大陆的整个的资金流的流动 尤其包括了香港香港香港的现在现在的对外的开口开口的方向的不太一样 那因因此不管是境外人民币或者是就离安离安人民币或者是那大陆的市场本身 这你你最少有一件有件事情你放在放在心里面的就是当大陆的官方 大陆的官方就是一种呃吃了衬托铁的心就是今年百分之五要达标 虽然在绝大部分的预测预测机构的都都告诉你说你办不到呃百分之五太难了 可是他现在摆出来的态度就是我今天百分之五一定要达标百分之五一定要达标 那你现在现在已经已经十一月十一号了除了双十一之外后续的还有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对于那个消费力道尤其在农历春节因为 又过了十二月之后 中国人呢要过年了 那那个时候呢整个的消费的欲望会会是全年最高峰 再加上市场当中的刺激 所以我在我在看大陆在在喊第四季的时候 我认为他还是有节奏感的他不是只是在在学 就学习操作资本这么简单而已 那这终究是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到现在为止十一年十二前后十二年的时间 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说他开始呢 他开始向向资本招手 在过去的十年 不管中国大陆经济景气如何 我认为他对资本都表现得非常的冷淡 市场当中的感受到呢这种官方态度 但是现在官方态度偏多 那以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体量来讲 可以呃所有的投资人或者关关注中国大陆经济的关注大国政治的 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就就是呢 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去看一下呢 中国大陆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已经在资本市场的也是一个够分量的大国 他能不能够能不能够在他的政政侧面 政侧面的官方的立场偏多 中国大陆的官方立场释放明确的偏多讯号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最早之我说的这最早习习 那边上来之后第一次看到 偏多讯号在过去我的节目上常常讲就是 中国大陆给全世界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 我不喜欢你来我的市场 我不喜欢你来你来玩我的市场炒作我的我的市场 所以因为官方的态度非常冷 所以中国大陆呢的资本市场 有很长时间的就是近乎是近乎是平的 所以说习近平就平的好 但是现在呢当官方的态度偏多 那可以去观察对我来说纯粹纯粹就就就就只是一个训练游戏 去观察就是官方的官方态度偏多的情况之下 大陆的市场资本市场他的他的市场量已经非常大了 虽然他强调是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国家 虽然走的是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 可是其实中国为什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美国或者美国所带头的西方盟盟友要用的要用的反共的名义去包装 反反中因为反共的听起来比较意识形形态好像的比较游游里有据 但是用反共去去包装反中他当然也透露了就中国大陆的他的体制 他的体制在他要表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路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的好不好能够证明自己对 然后呢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成功的的国国家发展的定位 他的很核心的部分仍然在于就是说他跟了他跟全球的资本市场如何对接 对接顺畅一定会受到资本资本市场不断的干扰打压破坏 但是他仍然的能够能够在和资本市场的在对接的过程当中表现的相对顺畅 但是又不会呢被美国的伸手伸伸脚的那借着资本那去扰动了中国大陆的总体的经济环环境 这个难度非常非常高也没有也没有国家试过也没有国家成功过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可以因为是中国那Meta跌百分之零点四Meta的祖克博祖祖克博可能要避避风风头啊 我在这美国的企业界啊美国的美国的政商里连结其实是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以及之后会扰动美国政治的一件大事情 现在看起来呢当然呃 一家烤肉万万家乡啊现在看起来就就是独独尊马斯克马斯克这次重压川普那压对了那川普赢了 所以整个的美国的企业界富豪们现在在台上在抖的在跳舞的马斯克本来就就是一个话题性很高的 高能监督很高的人在台湾台湾跟马斯克台湾民进党跟姓马的都不对盘不管他叫马英九他他叫马斯克都一样 马斯克马克思啊都一样啊好那反正就不对盘 那但是这个是在在观察美国政治的时候后续我说在之前没有这么的赤裸每个都知道美国的是一个是一个金钱金钱有游戏金钱政治的市场 这是对的那有有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川普推磨有钱能使美国推推磨只要你有钱 在美国都好办事其他的都都是障眼法都是幻觉只有钱是真实的这种观念当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冲击本来就很大他摧毁了许多许多的比较比较 没有铜臭味的价值不过在过去美国的企业界呢在选举的时候会赤裸到呢站台 然后用用自己的所有的企业的资源排专访 然后谈政策 然后甚至选完了之后 呃川普跟泽伦斯基通话的时候马斯克在旁边 哇 这个 那那那那画面哦 很难想到在过去真的没有在过去其其其实基本上面美国的不管是科技业媒体业金融业或者是一些两个党的支持者的大外面 不管是什么柯克家族啊啊或者这个的呃洛克菲勒啊等等就是他有他的政治的立场这个支持不过即使大家知道偶尔呢他也会谈一点点但是都还是相对低低调的就是不会对政治的涉入这么深不会不会觉得呃在万宏从中万宏从中的一点马斯克其他人都看不到 其他的美国难道就只有马斯克吗没有啊那那说黄仁勋呢没有那是库克呢没有就是今天在美国的科科技业光你看这些的巨头们现在站在台上以及在选完了之后跟着他的概念过全面大涨的泰沙也大涨的就马斯克那特斯拉已经涨涨多少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看好就我们刚讲比特币的涨涨破八万特斯拉再涨百分之八 特斯拉特斯拉光是光是川普胜选那 特斯拉那你回头大家就说那那那真的是一本万万利啊对马斯克来来讲投资了这么一点点钱 对对市井小民来讲大家看到一百万美元的抽奖哇那那当然是一件大事啊 我我我我相信他在摇摆州真真的发发生了关键的力量 因为摇摆州的那个他不只是最后的票数而是那个气氛呢本来就就是就是些微的那个改变的就会有有很大的影响 马斯克在摇摆州的办的百万美元的就是登记抽抽奖活动 那个当然会有影响 马斯克也不怕结仇的所以 他的他在选举过程上表态选后了之后台台台台上只闻马斯克笑啊 那其他的在在哭的呢都没看到 可是 政治终究就是一时的 什么时候呢出现一些呢反转讯号的时候 不知道 但是美国的企业界呢开开始呢站队开始 我说的站队本来就站队 但只是在这次选举的过程当中 那个站队是这么赤裸就马斯克的马斯克在选举当中的表现会强烈的改变美国的政商文化的表现型 那就这样的川普呢在在选前的时候呢他发的他发的这个推文 他发的推文里面的I hate the tailorswift 多么简单清清爽的字眼我我还特别把印印下来 I hate tailorswift 就就简单的四个英文字你都可以看得懂 那就简单的清爽然后然后就一堆人一堆人去安全安全站 然后 然后也有也有一堆人的去去转发 好那像 Tailorswift 也好啦或者连马连马斯克呢自自己的变性的他的大儿子他大儿子现在后来变变变女生吧 那也都除了跟爸爸呢就决裂以外呢然后就就离开了美美国所以 他会他会造成的不是几家欢乐几家几家仇而是一家烤肉万家香 但但是那人家就在就有肉盘了你没有啊我是说他对于美国的政商的结构的冲击 是 这次选举之后到目前我看到的美国的这些呢分析美国的媒体 还没有人的去琢磨的那大家就去看看你马斯克还能走多久 那看你这一次还能够捞多少 那每个人看到 Tesla 又涨了百分之八 选后的已经光是光是十一月六号开始到现在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已经涨了快三成了吧 就在啪啪啪就这样子上上上来 那 不过就就就是一个政治压压保的证据换来说 对于一家企业来讲他本身的基本盘他的产品的销量等等就摆在那的 更何况的Tesla在涨啥呢川普不是讲了吗就是 川普的痛骂 痛骂 拜登的电动车政政策 待会九点半钟的时候呢跟凤星的在在风向在这个政经龙龙凤沛的时候 那我们会 会把 会把川普当选的之后光是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的 我们不要说川普的三支箭了三把火好了新冠上任三把火 那不管在人事上面 蓬佩奥 你给哈利 那麦庞蓬佩奥呢 呃秤了半天 选完了他当天我的我在节目上还特别讲 天啊 我看到蓬佩奥说 我还真的得要佩服这个人 这个人除了减肥比我成功以外 人家毕竟毕竟瘦了瘦瘦瘦一半 那 好这这还是这还种特异功能 就是 虽然 虽然我觉得 我觉得减肥成功的人呢都心术不振 就是 人要怎样情况下面 才能够看着自己 一带健宽中中不悔 只有减肥的人都会一带健宽的中不悔 好 但是人家终究 减肥之后剩一半 可剩一半呢 你看看选完了之后可以 可以这样子 赶快的对川普的去表达效忠 因为对蓬佩奥来讲特别重要 他找不到工作 蓬佩奥呢 比比那个欧布莱恩呢 更惨 欧布莱恩呢 起码 呃 台独的智库呢 GTI GTI呢把他的当当作是个样板 攻在了华府的智库里面的当顾问 那 三不五时呢付他点钱 到各个地方走一走蹭一蹭 然后讲点这个风风凉话场面话 跟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这种的 政治的喊喊话 那 重压在 欧布莱恩 蓬佩奥 你看光欧布莱恩 蓬佩奥 在 过去四年里面 到什么地方都都都没有人理他 但是只有到台湾的时候风风光光的 台湾有一个有个最肥沃的川普土土壤 四年前 人家四年前呢 当川普落选的时候会跟着哭的 比如说高家瑜人人家现在都要当董事长了 落落落选没没啥关系就 高家瑜在选举的过过程当中重压 重压赖 赖清德 一样啊就算 就算 赖清德当少少做总统高家瑜呢在 在一个在南港内内湖区的落选 可是人家现在就是要当董事长了 我当董事长当给找你的理由 会有很多质疑声音说 凭什么 可是 也一定会很难被用的他也有专业他也有 这些你就听听就好了这不是重点 我只是说 这种的选举的风气啊 让让整个的政治圈子跟政治圈子周围 的那些蹭的那些声音 蹭的那些的粉 就是 更感同同时 也更觉得 这个是我应得的 因为我压对了 把所有的社会资源 跟社会价值 都成为一个选举当中的政治赌盘当中的 赌注 这个成为 成为民主政治当中的 我个人认为最恶劣的 让人家觉得最讨厌的部分 就就是 当你在质疑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最后只剩下一个答案就说 那我就赢了吗 我就赢了我压对了你怎么样呢 所以 不管是压川普的 或者压赖清德的 都有丰厚的回回报 而 今天如果你 觉得在台湾有一种政治追杀的空气 revenge 在美国也也是一样 川普的 在political上面呢 川普的关键字 的关关键字是 一个一个群群组吗 你看过 类似的图吗 就就是 跟着这个人 所出现的 那最常出现的这这些的 这些字眼是什么 川普最核心的字眼是revenge 他报仇 他报复 那 报仇呢 有两种 一种是追杀 所以你看到 大家现在就开始关 关注 拜登的 儿子 的 三大 三大形 形式 重罪啊 可能如果这三个罪名的都判了之后呢 可能的17年以上 所以川普呢不不见得去坐牢 可是 可可是乔拜登的儿子可能是会坐牢 而且呢 九八等的 拜登都已经讲了 就是 嗯 呃就等 等宣判 而且 我不会去赦免他 我不会去 pardon他 就对对自己的儿 但但这个等到等到判了再说吧 接下去戏还 还很多的哈 现在 拜拜登在接下去的这 即将 一月二十号交接 之前 还有个整整两个月的 十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拜登 能玩的还多呢 他终究就 一任而已 只有一任的时候呢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的时候 夕阳无限好啊 就只是近黄近黄昏 所以在在黄昏黄昏在天黑之前的时候呢 拜登估估估计 会 肆无忌惮的 会去做很多事 比如说现在 要求台积电 台积电从今天开开始 就在今夜 从今天开始 你就把所有的对中国大陆晶片的AI就全给我停了 我不是只有华为 而是中国大陆所有的AI晶片的全给我停了 然后对俄乌战场上面 虽然 虽然呢 这个川普跟 跟了泽伦斯司机 那马斯克通通话 可是 你看到美国呢现在对于俄乌战场的当中的武器 源源不绝的供应跟解禁在这个时候呢 全部 要准备了在俄乌战场的好好的说 他同样是一种revenge 那 这些呢都会在未来的两个月当中在许多领域里面呢 会发生 那你说拜登都要下台了干嘛这样做呢 他算要要要下台了除了有个人情情绪面对到面对到川普 那个情绪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 你从选举的过程当中 彼此之间的 呃形容对方 以及在谈到 谈到就说 支持者的时候呢 支持川普的都是垃圾 那 话都已经讲了这个这个份上这个坎上面了 那其他的就就都是表面了所以 除了交接这件事情 和平交交接的不会有问题 可是 对拜登来讲 川普不喜欢的跟我相反的部分他绝对不会在这两个月就停手 拜登现在看起来的就是 趁着这两个月 那 把想做的事情的就尽量尽量尽量做 所以 如果要去跟拜登去温存的 这个时候有机会 第二个就是 他要为 四年之后 或者两年之后的其中选选举 如何让民主党搬回一层 毕竟 拜登 三十几年的参议员的生涯 四年的总统的生生涯 中间的还有了八年 的 副总统 他是欧巴马的 副总统 其实 拜登在当下 美国的 政坛 不只是民民主党 政治历练 是 非常非常完整的 是一个职业的政客 这样的一个职业政客 代正于冷战时代 现在都已经都八十出头了 我讲话呢 都不清清楚了 动作怪怪怪的 可是 这样的一个 一个拜登本身 是民主党的核心信念的代表者 因此他对于如何去 看着民主党的核心的价值 在这场的选举当中 遭遇到了lanslide 这种的土石流式的冲冲击 他得要把他挡住 所以 不管是基于自己的信念 或者这四年任期当当中 未完之梦 那要如何呢 去去完成 未来两个月里面的 拜登 的动作会很多 川普的动作 也会和很多 所以不用等到一月二十号 不用不用等到了 恭敬国会三庄 其实两个人的交手 或者两条路线的交手 在这段时间里面的都还是会 持续的 好 那 咱们的听众朋友 不管在哪里 都跟大家呢 说说早安 呃 现在的三三千多位呢 观众呢在我们的线上 呃 选举反正就结束了吗 那也没有必要的去 去 在 沉浸在那个 就是 我压对了 你压错了 你如何了 就是川普 回来 这是板上帝钉钉 同同时 我 上个星期 我花了一时间 这个是 美国的历史当中 二战之后 你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就是 对一个政治 狂人 甚至美国历史上面 你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对一个政治 狂人的 过度授权 这个是 我我内心的恐惧好 我说内心恐惧就说 对我自己念念政治的 那一辈子都当做政治的边缘人 用看的 用听的 去关心 那喜欢过 小的 小的 小日子 可是 你在看政治的时候 你在关心政治的时候 看着这些的政治人物 在 民主 在选票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人 选 选选出来的人 你说他是基于 就说有 选民的 加持 可是 选民加持之后 许多的 非常糟糕的 政治体系的后果 都都是在民选的体制 里面发 发生的 不要说 民主国家超级好战 这件事 民主国家 尤其是美国 他虽然 嘴巴上面说明说民主 可是他对外非常的霸道 然后非常的好赞 非常的敢于呢 用 武力 用 不把人人当人的方式 去处理对外的关系 对内的时候 制度上面的制衡 所谓的三权分立 制度上面的制衡 让大部分的正政治人物 除了拼命的 去找钱 然后去找选票 以外 基本上面还不会出大乱子 可是对川普这个人 那就得要有 有一定的提防 因为四年 四年前 你看过他的第一任 川普1.0 的时候 川普1.0 尤其川普1.0 在他 在他 任期 他结 结束了 他不止一次 公开的 谈到 他对于呢 在当时的国防部长的 Aspel 在当当时的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 米利是军职啊 是上将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可是他对这两个人超不爽 是因为这两个人呢 意识到了川普 不断的放话 尤其在当时的 蓬佩奥做国务卿的时候 意图在台海挑事 想要的 激 激起 一场把中国直接卷入的战争里面 所以在米利呢跟Aspel 借着通话的时候释放讯息给中国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这样子做 但是当这个消息曝光了之后川普就超级不索 不止了 把这两个像Aspel直接呢在在他要卸任前的时候还要把Aspel fire掉 同时呢 直接的强烈的指控了这两个人 背叛了美国 其实就是背叛了对川普的忠诚度 其实这这两个人这样的做法对吧 你从制度上面角度来讲还真的是有有问题 就是对于美国总统的三军 理论上面来讲美国总统叫你打 你就打 叫你动手 开开火 丢核弹 你就能丢丢核弹 否则为什么就说和核弹的 这个 box 这个密码 钥匙 都是跟在总统的身边 可是 你没想过说这这些 地球上面最强大的武力 现在呢是有川普呢在在掌控 而这他的第二任期身边 国会没有制衡的力量 司法没有没有制衡的力量 政党没有制衡的力量 能够能够制衡的大家老婆 对吗